欢迎收看十大新闻 我是主播曹廷涵 新的一学期又开始咯 这学期十大新闻将继续带您关心十大的大小事 而第一则带您来关心的是107学年度第二学期的导师会议 2月27号在礼堂正式举行 由校长吴正吉亲自主持 并邀请到了资成人资顾问管理公司的董事长林琼瑩进行专题演讲 吴正吉校长表示 在学生的大学生活当中 导师其实是相当重要的角色 尤其台师大有许多的境外生和乔生 鼓励导师们多多贴近学生的生活 适时的给予协助 在2013年神尊世大运当中展露头角的我国设计好手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运动竞技系硕士班的吴家印 2月26号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世界杯设计赛 在女子10公尺空气首相当中 以238.4分荣获了亚军 也获得了2020东京奥运的参赛资格 本场比赛总共78个人参赛 吴家印以582分的高分排在第一名 晋级了8人的决赛 不过他在决赛第一阶段竟射出了98.2分的成绩排在第四 信号最终表现渐入佳境 一路挺进到最后一轮 确定获得亚军 2013年国际组织OECD公布了2012年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报告 台湾的学生数学素养在全球65个受测国家当中排名第四 但高低分的学生相差了超过300分 显示低分群的高一学生数学素养只有国小三年级的程度 这样的结果震惊了国内各界 而当时刚接任数学领域中央课程与教学辅导资讯团召集人 台湾师范大学名誉教授林福来说 台湾学生很会应付考试拿高分 却也因为考试压力提不起学习兴趣 因此林福来积极投入国中小学数学教育翻转 更开创了推动科普传播事业催生计划和高瞻计划 样样都对国内科普教育发展影响深远 虽然最终目标希望催生成立台湾版的Discovery频道 至今还没实现 然而他只希望能让台湾的学生快乐学数学 UBA男子公开一级8抢赛 台湾师大休兵一天之后在践行科大续战 3月3号首场就对上了卫冕军国体大 赢球就能成为第二支晋级的队伍 前一天刚输球的台湾师大卯足了权力 开赛双塔荣毅生黄宗翰就全力抢攻进区 黄建制更是攻下了全队最高的14分 因此台湾师大从开赛一直领先到最后 中场就以90B59大胜国体 提前晋级四强 感谢您收看本周的十大新闻 我们下周见